哈喽 大家好 表弟叫你简单煮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道菜肴 是属于我们说的年菜 多年的年菜之一 我们今天用的四个材料 就是澳洲的黑刺生 澳洲的黑刺生 日本的白发菇 当然有澳洲的干贝 还有一个白菜 今天我煮的料理就是 海参 瑶柱 扣 花菇 菜我们准备翻译 好 我们准备翻译 翻译我们等一下要穿上它 给切小一点的杯 黑漆参我们就是 一段一段 一段一段 你看你喜欢吃的大块小块 这个我们要来去蒸 对 我们浸泡了20分钟半小时 我们来去蒸半小时 蒸到40分钟都可以了 你看 这个水滚了 我们放点油下去 可以 放点油 放到它软了 软就可以了 我们来去蒸水洗到它 我们来浸泡水分 我们来浸泡水分 把它涸干水分 涸干水分 汆烫的工夫要汆烫 好 这个日本中正的白发菇 是很厚的 它是很厚的 等一个二三十秒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在水滚这些东西 我们再把这个放下去水烫一下 这三个已经汆烫了 那么我们准备一些姜和蒜 那么首先我们要调味先 焖冬菇的油要多 好 我们把姜蒜冰上去 稍微爆香 我们才把这个 红菇也炒下去 放入水下去 放入水下去焖它 我们加半汤湿的白鱼汁 一茶匙的汤 胡椒温少许 小火焖它 焖它这个水滚 你放小火 好 这个我们可以冲啊 我们可以冲 把它冲上去 OK 焖它十五分钟 焖十五分钟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来扣了 OK 这个干贝蒸好了 好 这样我们要把干贝的汁 把它挖出来 出门 那么我们再把它倒在这里 如果要美观的话 要注意一下 不要大力了 干贝放底 底层 红菇就铺上去 那么我们就 红菇就放在身上去 这水分要干了 一干水分 这个如果你可以切掉它 如果你说这个我不美 就不要这样美 你可以这样切掉它 这个也比较浪 我们要做了另外一个步骤 把这些捞上来 姜葱蒜 把这些捞上来 我们要捞一点水分 我们要勾芡一下 马铃薯粉 我们要捞一点红烧的色素 再加上一个鸡精黄 最后我们再撒上一个料酒 我们现在可以勾芡了 现在还不够了 我们要点去蒸 现在我们可以蒸 蒸一个半小时 蒸一个小时至少了 因为刚才的海参比较厉 要硬 所以我们可以蒸久一点 如果你还没有吃点 你这么硬 你蒸一个小时 不是 海参你更软的话 你蒸半小时 主要目的是 给那个海参更加软 好了 我们已经蒸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们现在把它切出来 烧 首先 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的海参软了 海参软了 够软了 这个汁要拿出来 就把它制蒸干了 那 最后呢 我们就是 把这个汁 把这个 再加多少许的 一茶匙的酱油 颜色再会深色一点 对 颜色再会深色一点 这是第二度的锅片 加点油 再一点油系 再加些油 叶子 叶子 加心 煮白衣 蒸芝麻 加至4次 放入四角 这一道海参瑶猪扣冬菇就完成了 这个很海参的不肯成 哇 来 这样我就照着当妹吃了 当妹是咖喱的 嗯 你第一次吃过黑吃参啊 在我印象里面我们就没有煮过黑吃参了 没有吃吗 不是在印象里面我们很少 因为一般上比较大吃的黑吃参都是给中国买去 因为黑吃参是在中国是相当受欢迎的 本地就很少 以前就不喜欢吃沙海参的 但是最终吃到海参肥养 还有一个通过的加饭 是真的 而且是有的 告诉我 因为他有三刀牙 他去看附近 那个医生叫他吃过的 胶质吗 他有胶质 这道菜的话食材容易买 在哪里买 食材在我这里买 对 我们在青年的时候表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大家 是说能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一套 那么一套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开参 里面有日本的大花菇 澳洲干贝 主角是野生海参 这个野生海参 这个黑吃参尤其是黑吃参 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在一个 海参的系列里面 它是在纽西南跟澳洲那边的 黑吃参尤其是属于 高档的 当然我们看看 今天我看里面有什么呢 噔噔噔噔噔 OK 里面有 有一个四条的黑吃参 那么四条的黑吃参 重量是100克 当然也有我们的干贝 这个干贝是属于50克的干贝 花菇也是属于50克 大小粒50克 这样做了食材都在这里 那这是多少钱 298块 这个298块 是相当相宜的价钱 西马棉油 东马20块 新加坡30块 买两包也是30块 那里可以买得到 在跟着我表弟好主力者的平台 这个是表弟的 我们的自己的 自己欧一样的产品 表弟的产品来的 这样的做法 跟着我这样做法 就可以煮到这样的一个佳肴 最后如果喜欢我这道料理的话 你可以买我们的产品 送你也是很好 当然可以在家里煮这道菜 给你家 祝大家心灵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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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